建立一個技術社會 是一般世界各國的一項目的一項目 浙江県州最近開設了一個特別的聘請 推廣 globalization 和計劃一個 global digital hub 你如何計劃達到這些目標 那麼這個改革的目標 我覺得我們就是要推動省域治理 現代化 同時推動經濟 社會 法治 和政府自身要進行系統性重塑 構建一個一體化智能化的公共數據平台 也就是腰 另外就是五大綜合應用 就是圍繞黨政機關的整體自治 圍繞數字政府 數字經濟 數字社會 還有數字法制 五個方面都要全方位來推動 從法律 從制度層面來進一步來規範 我們希望一年能夠有見到成果 兩年會有大的變化 是吧 五年時間 因為我們是謀劃十四五年時間 我們覺得要有整體的躍升 我們也希望能夠在數字變革 這樣的一個時代 浙江能夠提供一個全新的 整體的一套解決方案 從浙江的角度來說 我們就是要率先控制住疫情 率先復工復產 去年比如說我們的對外貿易 我們再創新高 浙江省的進出口的總值呢 達到了3.38萬億元 那麼其中出口呢 是2.5萬億元 增長了9% 佔全國的份額呢 到了14% 去年全省一共呢 使用外資落地的項目 一共是2821個 外資的總額達到了157.8億美元 我們去年由原來的 舟山自貿實驗區 增加了寧波 杭州和義烏 所以通過這一系列舉措呢 我們希望呢 能夠在未來的新發展格局當中呢 來構建一個國內大循環的 戰略支點和國內 國際雙循環的戰略樞紐 民營經濟是浙江經濟的最大特色 民營經濟是浙江經濟的最大特色 民營企業家呢 也成為浙江社會的最寶貴財富 所以我們下一步呢 還是要圍繞繼續 來圍繞民營經濟的發展呢 來研究制定 針對性的措施 那麼按照這個思路呢 我們有鳳凰行動 培養上市公司 再有熊英行動 培養跨國企業 還有熊英行動 小微的創新企業 推動企業發展 最重要的還是要營造一個 市場化 法治化 國際化的 營商環境 是吧 這盡可能地推動 企業投資的便利化 所以採取一系列的創新的手段 去推動民營經濟 在浙江的健康發展 所以杭州 浙江的創新城市 將在2022年代表演 亞洲遊戲和亞洲遊戲 在2022年代表演 如何準備好呢 因為2022亞運呢 是明年 我們預計是明年9月份 所以我們在確保 明年4月份之前 所有的場館都要建設完畢 同時其他的基礎設施 也都要基本具備條件 那麼在此基礎上 我們圍繞著 提升城市的品味 提升這種無障礙環境 提升市容市貿 生活配套設施等等的 Any welcoming words for global athletes and audiences? 浙江 province has the most beautiful landscape rich cultural heritage innovative dynamic economy especially the digital economy we have loving and warm hearted society we have beautiful countryside we have lucid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we have creative and dynamic team of entrepreneurs we have pragmatic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and above all the intelligent hardworking friendly and beautiful people so I would like to give friends from Asia and the whole world our warmest welcome to the city of Hangzhou I am certain that you will have a fulfilling trip thank you so much